-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強 我們來到女人的殿堂 那個小蘭哥啊 怎麼了 可能有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可能要稍稍提醒你一下 什麼不能講 我們那麼熟的講 你知道我們那個便當啊 一人是一個 你知道吧 對 一人發一個便當 對啊 你知道這件事 那為什麼你腳下有十五個 十五個我要帶走的 你一個人 好 就算你回到三 有一個觀念你要搞清楚 誰說便當只能今天吃 那你明天吃好好 你明天吃那也就你跟嫂子跟小寶嘛 頂多再三個 三個就好啦 你怎麼會這麼不會做人呢 你以為就我們家這三個人吃嗎 不然咧 我現在錄完影我走到一樓 門口警衛我要不要給他一個 要了吧 我現在叫Uber Uber司機要不要給他一個 要了吧 對不對 你說如果不是Uber司機 如果我是做製作人的順風車的話 對啊 我還要撇三個 為什麼三個 製作人 製作人老婆 製作人小孩 是耶 我又撇了三個對不對 然後我到家了嘛 對不對 送我到家了 門口警衛 我們家管理員 要不要給他一個 好像要 那他旁邊打掃阿姨坐在旁邊 我給他不給他像話嗎 對 他心裡不平 打掃阿姨也要一個嘛 對 那我坐電梯 也許會遇到鄰居 對 坐人嘛 這一棟大家都知道我住在這裡 這個臉我可以丟嗎 丟不起丟不起 對不對 對 我上去了 跟我們家保母給我五個 給我五個 換班他下班了嘛 對 他要把他拿一個當效益 唉唷 好貼心 所以你說我這十五個 我夠發嗎 那你真的 我很為難耶 你真的是拿太少了 是不是 下次放三十個在我的位置 想很重要 那很好意思 借花獻博 不是借花獻博 你們都浪費嘛 一袋一袋的送來 你打開不好吃丟在旁邊 就不吃了 暴躁 那以前你怎麼買便當的 你說我當助理的時候 對啊 就今天要 另五十個 對 那我就叫我一百個嘛 那我是不是就賺了五十個 你真的 用這樣的方法 你這講對嗎 怎樣 原來是這樣 剛加巧立明墓 不是巧立明墓 這個叫做 你怎麼還沒被抓走啊 抓誰抓我 我是怕妳 你們真的都是很浪費 每次便當訂來就閒 然後丟在那裡不吃 我是幫你們處理好不好 閒的都是妳好不好 閒的是妳吧 怎麼又是雞又是鴨的 今天訂的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我跟你講 我覺得今天訂便當那個工作人員 他快換車了 真的 他快換車了 因為他向你學習 真的訂的 我一看我就知道了 魔鬼就藏在細節 好 所以我覺得 我跟你講 有的真的是太浪費了 我跟你講 我們覺得浪費 外國的朋友也覺得我們浪費 是這樣嗎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看他 我們還覺得他們浪費 是啊 那個才浪費吧 你看那個報導想說 美國人一年丟掉多少東西 對不對 食物有百分之四十 都是丟掉的 真的 今天要好好來探討這個東西 聽說2035年 海底已經撈不到魚了 因為裡面都塑膠 他都吃吸管那些都掛啦 2035年以後都沒有魚吃了 今天我們就是要好好來提醒大家一下 但我們節目沒有那麼重包 對 只是聊聊天而已 想說你今天中午 不是在吃了六個魚便當嗎 對啊 所以說大家要珍惜資源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吃多用多買多 什麼都可以浪費 我們的藝人團隊表 歡迎三位 但對面呢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謝謝 節儉是一種美德 這一句話從小被教到大 但實際真的有做到嗎 今天就要來檢視各國人的生活習慣 馬上就來揪出 哪一國人是最浪費的呢 請問一下你們認為台灣人 在什麼樣東西上面最浪費呢 按照我的觀察 我覺得台灣人最浪費就是水 跟電 有嗎 有 等一下我又跟收了賬號 我先從這個水開講好了 其實我覺得台灣人非常非常浪費水的原因 是因為台灣的水費實在太便宜了 真的 我跟你講我們家裡三個人 再加一個貓小孩 然後大概兩個月定多 再貴也不會超過六百塊 意大利同期肯定會超過五百歐 就是兩萬台幣 五百歐 沒有開玩笑 而且我發現說 因為我覺得說台灣算是在亞洲 我不要說最乾淨嘛 但是你們就是很愛乾淨嘛對不對 對 每天晚上睡前一定要洗得很乾淨 當然 當然 好 但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洗四十五分鐘 到底有多髒 而且為什麼每一天晚上要洗這麼久 這件事我真的無法理解 現在我跟我們女朋友 我跟我室友 我都跟他們說你們到底有多髒 每一天晚上都要洗這麼久 除非你們在裡面做憋的 那我就不知道 義大利不行 我們自小到大 我們的父母跟我們的觀念 是要洗澡快點快點快點 因為太貴了 太貴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五分鐘之內 就要解決 對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水真的是很浪費 那你說台灣人水浪費 那那個日本人 對 那怎麼辦 可是至少他們可以同一個水的量 爸爸阿公阿嬤 很髒耶 沒有髒 對 他們都是同一缸水 然後再加熱 所以你的意思說 從阿公阿嬤一直泡到爸爸媽媽 哥哥姐姐泡完 最小的弟弟洗的時候 那個水已經可以寫毛筆了 所以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只是很髒 他們都可以這樣子吧 我覺得很髒會很髒沒有錯 但是至少我會節省對不對 所以不會像我們現在講中那麼多水 但是我覺得其實除了水之後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比較沒有辦法接受就是電 因為其實台灣的電也沒有多便宜嘛 其實還滿貴的 是 我記得我第一次到台灣是2008年8月的時候 剛好就是夏天 有一天我去那個北車 跟西門鼎中間逛街的時候 三天晚上我回宿舍 我就發燒 為什麼呢 因為在路上那個溫差 就是太大了 就外面熱跟什麼樣 然後你只要經過每一家店 從裡面飄出來的那個空氣跟北極 沒什麼兩樣 那我就這樣說 第一 真的有必要開那麼冷嗎 然後第二 可不可以調整一下 然後把那個門關上就關視了 這個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我也不懂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門一直開著 然後那個冷氣那麼低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純粹就是浪費店而已 對 會不會有時候門關起來 客人就不想進去 對 那是吸引路過的人 因為你知道你開店的時候 你只要有那個冷氣吹出來 經過的人 他因為外面很熱 他說他還感覺到你冷氣很冷 他就會 吹一下冷氣 所以是一種策略 真的 為什麼百貨公司人這麼多 就是因為 其實我們每次在外面玩一玩走 會找到說 百貨公司好了啦 吹吹冷氣 吹免費的冷氣 但是不要說店家 其實有很多台灣人現在 真的 我朋友都一直說什麼 他的電費一直在漲一直在漲 問他說為什麼 他就說 我出去買東西 就開著啊 我回家這樣可以直接 接上最涼快的那個感覺 對 可是也有人講過說 其實你這樣 不要開太過關 其實更好 對 所以變成這樣 大家都24小時都開著 開著反正 其實剛剛有一個恆溫嘛 然後大概24 5度 對 差不多 而且可以配合電扇 對 而且我覺得台灣除了這個店以外 就是你剛剛說的冷氣 因為台灣的招牌實在太多 那都不會關的 那你說可能好 你說香港也很多 但其實香港 第一個也沒台灣那麼大 第二個是 香港有些老店面 他們不是那種發亮的 發亮要用電的招牌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台灣的那個電費真的是滿高的 沒有 有的時候你也要問政府 像台中那個七夕 它就有規定晚上一定要有那個燈光 對 有些房子也是 它是不可以關的啊 所以我們的公共用電 付的費用也很高耶 這麼奇怪 所以那個是政府規定的 那不是我們硬要開的 所以到底是誰浪費 喔 喔 好 沒有 不好說不好說 不要拍我 還怕他們 你講別人 你每天都要泡澡的 你還敢講別人 誰 我確實我覺得我每天要有泡澡 泡到你才比較會覺得有放鬆的感覺 晚上那個睡覺的時候會比較好睡 所以呢我個人就是要有一缸的 像你剛剛講 就是一定要接滿一個浴缸 然後泡 泡完之後呢我就會放掉 下一個要進來的人就是重新接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乾淨 我覺得台灣人非常會浪費藥 而且這些藥是無效 我覺得你們會開 無效 對 完全沒有效果 就像我之前 我呃 比如說過敏感冒 然後我去看醫生的時候 欸我以為他在給我糖果包耶 怎麼說 就是哇那個那個 我一般的感冒 他給我六個不同的藥 嗯 開六個 你知道那個多麻煩嗎 因為有些可能是治療你的情緒啊 吃了誰的情緒 我的情緒很穩定好嗎 好 幼稚的部分 然後你吃了胃會痛啊 要給你餵藥啊 欸欸 對不對 他是為了你的安全著想 你的健康耶 我跟你講你在美國一個藥 就搞定了這個問題耶 而且你當天吃這個藥 你就沒有這個問題 像在台灣你皮膚過敏啊 什麼 我去看那個皮膚客 他開了三個藥 還有一個藥膏 嗯 然後要擦在皮膚上 在美國 我記得我就買一個藥膏就好了 對 因為美國 各間就好 美國不管你是流鼻涕 還是皮膚病 是 還是什麼 就是多內固醇啊 對 對啊 就同一種而已啊 沒有 有分啦 你就分內固醇比較多 還是比較少 而且更方便的是 你可以去便利商店買 嗯 美國的便利商店 就買得到這些藥 那是因為你們看醫生 比較麻煩啊 但是因為重點就是他們是說的 因為 因為比如說因為你要看你感冒 你是有哪一些狀況 然後你要吃為了就是治療 這些狀況 你要吃這種藥 你就是一般的感冒啊 不一定喔 你講的去便利商店買之前 你有給醫生看過嗎 沒有 沒有 美國人都自己當醫生 那個就跟我們去藥房買成藥來吃 對啊 就是啦 他們是這樣啊 但我就可以去便利商店 反正我那個過敏那很嚴重了 然後我每一次去台灣的醫院 我吃那個藥吃到 我也不知道幾個禮拜 完全不好 但是我那個美國朋友他帶過來 我吃一顆隔天我就好了 因為你美國的藥已經搶到 台灣藥壓不住了 真的 真的啦 是搶到那麼久 美國的藥很強耶 真的很強耶 一搶到怎樣你知道嗎 怎樣 妳吃了更強 喂 太強了 我的天啊 太嚴重了啦 下一位 謝謝 但是真的除了這個以外 我覺得台灣人還有一個很浪費 就是衣服 因為現在網拍真的是太方便了 然後像我有個朋友 我有一次去她家 她是住在一個小套房 我走進去的時候我想 怎麼 那我想找地方坐還找不到 然後我想說沙發在哪 她指了一個堆滿衣服的那種山 我說她沙發在那個下面 我說妳幹嘛不把衣服放到衣櫃咧 她說因為衣櫃爆炸 我說妳一個上班族 到底為什麼要買那麼多衣服 而且我就隨便翻了兩件 那個衣服有些吊牌都還在 我說妳看這些新的妳也沒穿啊 妳怎麼還要買 她說因為妳看這個 她買的時候 跟那個照片不符有色差 然後這個我覺得品質摸起來不舒服 她說妳為什麼不退貨 她說這一件才兩三百塊 特價的時候買的 退貨很麻煩 就不要退了 所以就這樣子 她們就會一堆衣服 有時候吊牌都還在 然後就這樣子 很多可能一個 一樣的還會有不同的顏色 對 就像我會包色 妳會包色 我買衣服包色的 而且妳們這樣買來 如果你包色 她不喜歡 可能三個顏色她就不要了 她就放在那邊就不要 不穿了 妳看我都包色買啊 沒有啊 就是 紅色系啊 有沒有 真的耶 包色 我都包色買衣服 我以為我覺得這樣就很緊張 妳有開店吧 妳有開店嗎 為什麼我沒有開店啊 因為比如說妳穿 某一件出去 然後大家覺得 妳這不好看耶 或是妳穿覺得版型很怪 另外兩件也就完了 對 對不對 妳是不是妳老婆也是這樣 我是覺得 台灣人很浪費時間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傳情緣 不太喜歡這些動畫 我有一個朋友 跟她出去 她才開車 跟她出去的時候 她每一次都聽到情緣的聲音 她就把車子停下來 然後來打字 可是一直打字 就這樣子很 我覺得很 真的是很浪費的時間 因為我們本來的 我們的一路聲 是要花大概30分鐘的 一直把車子停下來 一直把車子停下來 覺得真的是很浪費 好 我覺得台灣人很浪費食物 台灣的那個吃到飽餐廳超級多 對 然後我朋友之前在吃到飽餐廳工作 然後就遇到有一個常客 是一個家庭 然後他們常常來 但來的時候呢 都就是拿了一大堆 都跟山一樣 然後也會用單點的嘛 也點一堆 然後放到桌子滿滿的 但怪的就是 他們每一個都只吃一口 然後就放著了 然後過了幾次之後 我朋友就覺得很奇怪 就去問說 不好意思 是我們這個不好吃嗎 結果他說 沒有啊 你們這很好吃啊 我們就是想什麼都吃 所以我們每個都拿一個來試試看 然後這樣很好吃 我們這樣一下就飽了 而且你們這邊 有很多是那個定食的嘛 譬如說什麼酥皮濃湯 它這個時間才退出 然後他們怕等一下搶不贏別人 所以就先拿一堆 然後最後根本吃不完 對 這個也是個浪費 對 吃到飽 有的餐廳是會罰的 對 沒有吃過 如果你太誇張的話 當然和氣身材 可是你拿太多沒吃 火鍋吃到飽 他們會罰 對 所以如果你這個在桌上的話 所以通常要走的時候 吃不完就要趕快丟到鍋裡頭去 這樣他就會看不到 你現在在教什麼 你在教什麼 你怎樣 我們在討厭這種泡人啊 他教什麼你 可是 你可以 跟火鍋店老闆聊一下 就是有你這種空拍 才需要每天暴躁舒壓 真的 剛剛好耶 還是說真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就是 台灣人就是真的會浪費食物 但是這個問題在於 因為通常你就是 你就是喜歡就是在這種聚餐 就是要點滿桌的 就是很多的菜 然後就是像我又一次就是 跟一個朋友去一個聚餐嘛 然後就是剛好就是他老闆在 然後我坐在他老闆那一桌嘛 然後就是桌上已經就是有十樣菜 然後大家就是已經就是有吃差不多了嘛 有的是就是可能就是只有吃一點點 或者是有的是可能根本沒有碰 但是他還在那邊就是會說 你現在要吃什麼 就點什麼 就不用客氣嘛 然後我就覺得 可是我已經就差不多吃飽了吧 但是後來還是再來幾樣菜 然後你就這樣子就是蠻桌的都是菜 然後沒有人在吃 然後就是我問了我朋友 然後他就是說因為就是覺得 寧願要就是大家都吃不下 不要就是吃不飽 因為這種面子的問題嘛 但是因為這樣子接下來 我們要走的時候還是一堆菜嘛 然後就會說不要浪費喔 大家都要打包回家 對 可是因為我的經驗通常都是 雖然你打包回家很多次都是 還是吃不完 或者是就是直接鬥掉 或者是不好吃耶 冷掉了 對啦這樣子 然後就是就是沒有再吃 或者是朋友來你家 然後就是可能買一些小的東西啊 小吃 然後通常就是他來的時候 就有一堆東西 因為說 我不知道你要什麼 我不知道你喜歡吃什麼 所以就通通都買了一點 喔 然後就這樣子就是接下來 就是真的是很浪費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面子的問題 因為你不需要那麼多菜 可是就是要表現這種 大氣的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除了那個食物之外 還有這個 包裝的東西 打包盒 打包盒是真的 我覺得這個是浪費 這個是根本可以收錢的等級 妳現在有的盒子 他要給妳收錢嗎 要 盒子袋子什麼 他要給妳收錢 如果在日本的會收錢 或是 如果免費給也是超級簡單 而且很小的 可是台灣人的話 看這樣 像這個是我上一次去咖啡廳 那個我跟媽媽一起去咖啡廳 兩個人帶一個披薩 然後吃不完 然後就要打包的時候送的東西 每一個披薩都會吃 他還把每一個披薩 用 齊脖子包起來 這樣也太 對 多了 對 可是這種子 我覺得 不是日本人 就更誇張嗎 對 真的 我講得太好了 因為我上禮拜 我就買了一個 因為我看到了他們有一個 好像是這種 卡里鉤味的這種 腰果嘛 然後就是一大包的那個袋子 然後我不知道這個看起來好好吃 我打開了 然後裡面都是一包一包一包 然後一包裡面 這個是 三顆咬過 對 三顆咬過 我又什麼 就是在那邊吃了十幾包 然後就是整個都是垃圾 就 這比較有禮拜啊 你們真的才能出包 你們是洗管啊 或那是什麼 什麼盒果子啊 大福啊 對 都什麼包都可精緻了 對 像你說那種塑膠的那種 那種洗管 我可以看就是 他們就是一大包的吧 就是搬了那個塑膠 然後裡面每一個 那個洗衣管也是要有個的 那種太多塑膠 對 所以小百合這一段剪掉 好 這也是外帶好浪費 我有一天 一個台灣朋友 約我去夜市 我們那天買了很多 好吃的東西 我們先買 嚴肅雞 然後搬給我們兩三個主錢 我們一邊吃一邊 再買雞蛋糕 又有了兩三個主錢 我們走一走 看到拉吉通 結果都掉了 之後又買了 地瓜球 三個牛肉 可是每一個得到很多主錢 我那時候回家想一想 算一下 就像我們應該那時候 十五個主錢用完了 我覺得這個好浪費 下次就從第一攤集到最後一攤 包好之後再賣給老闆 有魚賣給老闆 說真的妳可以跟他說 我不用 需要餐具 勇敢的說不 對啊 他不知道妳沒有 他問妳要不要餐具 妳說我不用餐具 也可以啊 台灣很會浪費塑膠杯 塑膠吸管跟塑膠瓶 你知道嗎 我了不起的室友 他在一個小時之內 就可以堆滿這麼多塑膠的東西 有瓶子 有吸管 有飲料 因為我這個一個小時喔 一個小時之內喔 我覺得說真的有必要這樣子嗎 妳今天去買東西可以帶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說其實 所以說台灣現在很環保 還有那個什麼環保杯 鐵 吸管等等都有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也沒有那麼的麻煩 像早上我每天早上出門 我都會跟老人一樣 就是泡老人茶 然後放在那個 那個什麼保溫杯對不對 一整天到處台灣到處都有陰水機 你可以加那個熱水嘛 所以有時候就是可能怕麻煩 覺得麻煩 但是真的其實也沒有那麼的麻煩 說到塑膠袋 我覺得一個地方也是超浪費塑膠袋 美國超市 超級 美國超市 塑膠袋要不要錢 不用 不用錢 而且我跟你講 比如說我買幾樣東西 其實你不要說台灣 其實很多我們鄰近的一些 亞洲的一些地方 塑膠袋也是不用錢 對啊 那比如說我們買五樣 我們還算走得有點前面 五樣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你就把它放同一袋就好 對啊 沒有 它五樣分五袋 是喔 就是它垃圾袋太浪費了 可是我覺得 這是我的想法 如果你今天叫我付錢 賣這個垃圾袋 也沒有解決問題 因為它還是塑膠的 你知道義大利現在超市 如果他們使用的是 塑膠袋是違法 我們現在都是那種 那個什麼分解 什麼自然分解的那種 是很爛 沒錯 你知道中央兩個東西 它就會破掉 可是至少政府正在 往這個方向去想怎麼辦 因為我覺得真的 這個問題真的是 越來越嚴重了 真的 而且那個白目 是到美國的人民去 因為像我 我不想說是誰 反正我一個很 很close的一個親戚嘛 他前幾天在抱怨 說 加州現在的吸管是非法 就不能有吸管 他在抱怨這個事情 他覺得政府在控制他們的東西 他覺得不能用吸管 是政府在控制他們 不會說不能用吸管 只是說你吸管的材質是什麼 對 要可以分解的 對 但問題是他新聞不會講清楚 新聞就會說 你看加州現在不准我們用吸管 你覺得咧 我覺得政府就在控制我們 不是 誇張的 不行啦 一定要我的吸管 所以就有這麼多的賈斯丁們 對啊 都是美國的要害的 是不是 對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去便利商店買東西喝 但是我跟韓國有一個 不一樣的發現 就是店員直接給我了一個吸管 但是在韓國的話 我跟店員要 才會打給我吸管 還有我發現一個 台灣的 台灣的職合飲料 上面有 可以用吸管 插進去的地方 在韓國沒有這個 好特別 韓國這個沒有動 沒有這樣的動 沒有吸管的那個孔 對 那怎麼喝 我們 對 我們打開還有 還是打開的方式 對啊 而且我真的很 很不喜歡說不要 你錯 你明明知道你不用吸管 你要直接跟她 我不要 這是真的 沒有 因為其實我很氣 說真的 我覺得這種便利商店 每次就是要給你吸管 我覺得這個是不好 不要給我們吸管 你要吸管那你就自己拿 但是不然就不要了 因為這個真的 說就是吸管是最會害 我們的這個環境 那2022年呢 馬丁也會出來學 他可以學 對 明久龍的缺點 就是他不會對別人說不 久龍現在把錢包拿出來 不要 這麼快 這麼快 怎麼醒過來 他學會了 你們覺得各國人 在哪些東西上面 是最浪費的呢 剛剛其實一開始就有講 美國人對食物很浪費 是因為我覺得 是不是他們開車去買東西 很麻煩 而且很遠 對 所以他們一次就一定要買 什麼兩個禮拜 或一個月的份 什麼雞腿一次 要買十六支回來 那像我有個朋友啊 我也是去他家 我就在看到他家裡面 有個很大的冰箱 然後我就參觀他們家 因為就好奇 參觀然後到車庫的時候 我想 車庫怎麼還有兩個冰箱 我說你們就一個普通的家庭 為什麼需要用到三個冰箱 這麼多 他說因為有時候買東西一次 都要買比較大量嘛 那這樣子 裡頭那個冰不下 我說冰不下 你到底要吃多少東西 他說這邊買東西不方便 我就說 那可以借看一下 你都買什麼東西嗎 一打開 其實很多東西都過期了耶 你看那個肉 就有時候我這樣翻了翻 我說這一包是什麼 他還說我不知道我買了什麼 這一包妳不知道是誰 對 這是包伯 太可怕了吧 隔壁鄰居包伯 太可怕了吧 太可怕了吧 他就很可怕耶 然後他就說我買這個嗎 他會忘記 然後我說那你這樣子 比如說那種冰箱這麼大 你放在裡面的 你是不是常常就會忘記拿出來 他說對 有的時候 你過年啦 一檢查一下 可能是這樣一桶 他們的垃圾桶是那種大的 你知道嗎 對 每一次都要自己推出去 而且每一分類 什麼蛙鉤都往裡面丟 對 對 他們有啦 有一個藍色的 就紫的你可以分 但他們的分類很廣 所以你要分是可以分的 它是有三種垃圾桶 然後但他們那個黑色垃圾桶 它每次就是 是那種 食物是只要買來 比如說一次一個月份買來 不好吃 不吃就放在那邊 所以我就發現他們有這個習慣 所以他們每次丟的食物 是非常的多的 不只食物喔 他們其實買那個什麼 新麵乳啊 對 或者是牙線啊 或什麼 他們一次買都是 比如說六盒裝 就會比較便宜 他們就會買六盒裝 我有一次去 就是去找我老公 然後我就在幫他 整理他的那個櫃子 整理整理就是 就發現一包什麼牙線棒 然後怎麼一大包有三百隻 然後這樣 然後翻翻那個抽屜 什麼有三包 然後再翻翻那個盒子裡頭 有六 什麼六包 然後我想說 老公你一個人 為什麼要用那麼多牙線棒 他可能就吃完飯之後 每個牙縫都會差一隻啊 他沒有 但是因為一次要 你講的是養鬼之人 那個電影吧 他說 因為每次一次都買六包 就會比較便宜 可是買了六包之後 一包放了 結果五包拿去收了之後 就忘記他們在哪裡了 就知道要用的時候找不到 又再買了六包回來 美國人真的非常不環保 但我們也會浪費電 超會浪費電 這不是我阿嬤 我阿嬤 我真的愛她 已經走了 阿嬤 講你壞壞壞一下 他 非常愛開冷氣 開到 真的是北極在我阿嬤的家裡面耶 我跟你講 是夏天 有時候我們夏天 我家那邊是比台灣熱 然後 它裡面開的冷氣是 差不多 裡面應該可以下雪吧 他真的很誇張 比如說 我記得我小時候 還是如果離開的時候 他還是繼續開著喔 他不關掉 走進去阿嬤的家 十五分鐘 我就說 我想要去曬個太陽 太冷 太冷 太冷耶 夏天啊 你穿短褲啊這樣子 然後走進家裡 我穿外套 對 快四十幾度 然後我阿嬤還在那邊 就有三個棉被 蓋住 它就是那麼冷 超會浪費 而且她出去吃超市啊 三個小時什麼都不夠 這樣子你們一個月的電費 是多少錢 很多吧 阿嬤都不知道 但我們家是 三百塊美金 一個月 對 三百塊美金 哇塞 也要一萬多耶 對 對 美國電費水費都很貴 好貴 所以她可以這樣開 阿嬤很有錢耶 阿嬤真的 阿嬤有錢 阿嬤很花得起耶 俄羅斯的費用 稅費就是很便宜的 所以幾乎每一個人都很浪費水 就算你要上廁所的時候 為了別人聽不到那個聲音 你就把那個水龍頭打開 打開 再沖 再沖水這樣子 因為是真的非常浪費水 我有一個朋友 她每一次到我家 去上廁所的時候 去洗手間 然後都會開水 然後有一次我還不知道她在幹嘛 因為很久 我只聽到了那個水的聲音 然後我覺得 我還以為她在洗澡了 結果到了洗手間 到了那個廁所裡面 根本沒有人 可是那個水龍 那個水一直流 一直流 這是一個鬼故事嗎 也沒有 她就走了看電視 連水龍頭都不關 對啊 對啊 根本不管 怎麼會這樣 那你家的那一位 不是也是到哪裡燈打開都不關 燈打開 但她水龍頭沒有這樣 水龍頭如果這樣就是 建築庫找到一個比她厲害的人 對啊 可是我還是覺得 美國人比較浪費 是因為我們有時候去 跟我朋友他們出去 他們很愛點就是 每樣菜都要吃到 可是呢 她點的時候 她會不會說是各點自己的 她是點了很多 滿桌子 無縫隙的餐桌 你知道 點完之後就叫大家分享 可是吃完以後你發現 沒吃完 她不打包 因為她不要吃隔夜菜 不會 就不打包 然後就這樣就回家 對 她說沒關係吃不下不要硬吃 就不要打包 明天就再吃新的 他們來我們來台灣玩的時候 那你知道台灣的那個 那個一個大賣場 也是美國來的 它什麼東西都很大份 像那種吃那個火鍋料 你叫它那個牛小排 它很大一份 那個其實我覺得可以兩家 我通常有時候買那一份是看 三家一起分享 對 大家可以一起分享 然後你可以吃滿久的 可是他們也是就是買來吃這樣吃 然後吃完之後我就說 那你們沒吃完 你要把它吃完 因為我一個人在台北 我不會吃到這麼多東西 馬來西亞要不要 吃完就不要了 吃不完就丟掉就好了 沒關係不要硬吃 我想 可是這牛小排很貴 我就打包拿去送給鄰居 你要不要吃這牛小排很貴 美國一天可以浪費 那麼多的食物 一天 你這是剛掰出來是不是 沒有 你剛剛查了 我查了 一億三千多萬 公斤 對 那等於美國人口一個人 半個公斤的食物 一天浪費 而且是健康的人最容易浪費 就浪費最多的 那是因為一些蔬菜跟水果的關係 他們比較容易過期 然後這些東西 然後他們就是看著長得很醜 然後就丟掉 然後完全沒有人在 就這些東西還是可以吃下去 然後第二個方面是 我們不能給劉洋漢吃 那是非法 會被罰錢 對 有一些粥是會被罰錢 然後另外一個是 有很多這些東西 一直到那個垃圾場裡面 然後那個夾丸器 越來越多 我好像是那是其中一個 最影響這個 低球暖化的事情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台灣在這個方面 如果我覺得 美國應該學習台灣那個伴桌 就是分享這個東西 是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分享 這比較不會浪費 那義大利其實也不會輸給美國 為什麼呢 這個跟我們義大利的文化有關 基本上我們義大利媽媽們 他們覺得每一道餐 第一道菜 第二道菜 第三道菜 還有甜點全部都要上 然後就算剩下很多東西 放在冰箱隔天還是會煮這麼多 為什麼呢 因為義大利的媽媽們 他們都害怕 萬一有一天 客人突然來 我們家裡沒有東西怎麼辦 海嘯放東西 這是我們家裡的冰箱 無時無刻都 東西就這麼多 滿的 然後重點是 媽媽們會害怕說 如果我生病了 我總不能替那個 孩子住東西怎麼辦 所以他們一直在擔心這件事 你知道義大利每一年浪費食物的量多達 九十億歐元的這個浪費 有研究人員說 基本上 癌餓的所有非洲小朋友都可以吃飽 真的 所以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然後我覺得說有時候我跟我媽媽說 你真的不用再煮了 義大利有一個月的量的義大利麵 不是義大利 我說錯了 藍農褲有一個月量的義大利麵 還有披薩還有一堆東西 拜託你不要再煮了 然後我這樣跟他講 他就難過 詳心 因為他好像是我不尊重他 當媽媽的這個責任 反而就是很難去改變他們的這個想法 日本料理 就很多壞吃料理很精緻很小 但因為我去拍過 然後發現他們為了做得很精緻很漂亮 然後呈現出來很美 所以其實修掉旁邊很多食材 譬如說你說刺身也好 它就是取可能鮪魚肚中間那一條 它其實旁邊骨頭邊有很多肉 你還是可以做料理 然後我也去拍過 那我們那時候去拍一個很高級的料理 他們做天婦羅 然後他們都做野菜的 馬上就上餐去採 採下來之後就這麼一點點 然後旁邊修掉超多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啊 反正我們就到給你們最精緻的 那其他地方沒那麼好吃 不要丟了耶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日本這個 在食物上是有點浪費 那你覺得日本人浪費食物嗎 尤其是節日的時候吃的東西 比如說那個聖誕節啊 就為了一個節日要吃的東西 因為日本很 這個部分很嚴格 如果聖誕那個 聖誕節蛋糕 過了25號 26號全部都要丟 就是真的是完完整整的 所以像那個 2月每年2月3號 大概是這個節日的時候 這個節日叫做 節分那個節分的日 那一天是為了那天 我們要吃那個壽捲壽司 就每年太糟糕 每次每次都丟很多壽司 都賣不完的東西 然後今年就 終於那個新聞報導 今年太嚴重之後是 規定那個公司啊 或是超香店 一定要那個預訂制 再多一點 或是一定要把握好 或是要生產少一點 韓國最食物的浪費 他們小菜真的太多了 他們小菜好多 小菜多到 一般餐廳可能放個六到八道 有一次我們去 然後住了一個民宿 然後它是推出十幾道 你看我們桌上 滿了 十幾道小菜耶 然後後來我們住了幾天 熟了之後呢 我們就跟老闆說 不用給我那麼多啦 我們比較喜歡拿幾道 你們給我們就好 結果說不行不行 這就是我們的禮貌 然後我們知道 最後怎麼辦 因為沒有人吃得完 其實我們想要留位子吃主菜 但吃了主菜那些東西 就一定會浪費 因為你吃完他們還會補 對 所以這點我覺得滿誇張的 是 真的 是嗎 真的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以為台灣也有小菜啊 所以 這個快拿去吃吧 快拿去 他說這個要付錢喔 台灣啦 他說台灣的小菜 台灣不是都免費了嗎 台灣小吃要付錢 他大概都三十四十度 你知道比如說去那個麵館啊 麵攤啊 有什麼豆干啊 海帶啊 我以為他講的是台灣的韓國料理店 不是 他是說台灣餐廳啦 有一次我的台灣朋友 跟我一起去韓國休息一下幾天 他真的問我說 為什麼韓國餐廳一定是每一週幾乎都是吃不完的小菜 還在留著 那我說應該就是免費的文化 所以韓國小菜 馬鈴薯啊 泡菜 青菜 南瓜 沙拉之類的都是免費 而且吃完再可以 阿姨 我們要不要再一碗一下 那這樣就可以了 對 那台灣朋友說 趕快 真的你們這個很浪費 在台灣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對啊 這個小菜真的滿滿 我們上次去韓國 那個韓式料理的也是啊 那種傳統的韓式料理 他一上桌也就是 十二還是十六 光吃那就飽了 一百道小菜 一百道 一百道 然後加什麼魚啊 什麼有的沒的這樣 然後他的那個 你喝到那個就是什麼豆腐湯啊 然後飯之外 其他你根本不用點菜 我們已經吃到真實 桌上沒有一個縫隙耶 要放飲料的沒地方放滿滿的這樣子 我剛剛就講那個浪費很多食物嘛 美國為了避免這個事情 他最近在 比如說 那些超市只會買一些很漂亮 漂亮的蔬菜 那醜的還就不會拿 但是現在一些農場 他們可以把這些東西捲出去 然後捲出去 然後捲出去 你要付稅 要交稅的時候 他會看你付出多少 你捲出多少的食物 然後幫你扣稅 抵稅 對 抵稅 對 然後你比較便宜一點 這樣不錯耶 對 然後現在美國有一些垃圾場 他們也是限制說 你可以放多少 然後像那個你知道 紐約州 他現在他們的政府有提這個 這個活動 就是說看有哪一些公司啊 或者一些人做一些環保 一些不浪費食物啊 或是那個太陽能力還是 反正這些很好的案子 然後如果你或是你的公司 可以提出一個很好的方案 然後就是有成功啊什麼 他很有可能是可以獲得一個獎金 對 所以是很支持 很鼓勵這個方向 OK 所以其實美國現在也有在改善 是 義大利除了浪費食物之外 也有另外一個問題 叫做難看野菜 什麼叫難看野菜呢 比如說在超市 比如說有什麼菜 它真的不是很完美 但是明明還可以食用 可是大家都不會想要買 所以那個叫做難看野菜 他們還是被丟掉 所以現在義大利政府 有推出一些非營利組織 那曾經過大學的時候 也有參加過一個叫 最有名的叫做Santa Egidio 那我們這個組織 基本上做什麼呢 你也知道嘛 我們義大利禮拜天 要去做彌撒嘛 要去做禮拜 那前一個晚上 我跟同組的這個組員 我們都會去比如說他們家 或是超市 或是餐廳 看他們有沒有什麼東西要丟掉 然後我們都會好好的收集 然後隔天我們做完禮拜之後 我們都會去找羅馬市中心的流浪和 無價可歸 或是哪一些 比如說乞丐啊 有什麼的 然後我們去找他們 然後給他們這些東西 但是除此之外呢 我覺得最棒的一件事 他們會讓你 如果你想要的話 他們會讓你體驗到 當乞丐的生活 什麼意思呢 有時候你捐食物給他們吃 你會發現很妙的一件事 他們不要 他們會拒絕 那他們到底為什麼拒絕呢 如果你真的要理解 他們就是流浪漢的文化 而不是有一種自我感覺良好 那你應該好好體驗他們的生活方式 之後你才了解 他們是不是真的需要你的幫助 還是根本不需要 所以那個時候我一個禮拜 白天半夜我都睡在火車站 陪這些流浪漢 就是好好地 深入地理解他們生活的方式 然後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發現說 有時候我們參加這些組織 未必是一件好事 有時候就是讓我們自己覺得 對自己好一點 那是他們根本不需要我們的幫助 當然我覺得有類似這樣的組織是很好 因為真的很有很多很多人 他們真的需要我們的幫助 但是我想要說的就是 我們應該好好地判斷一下 我們幫助別人 是因為他們真的需要我們的幫助 還是因為這件事 讓我們覺得對自己好一點 真的 瑞典我們交稅交得滿重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為了就是我們可以滴水 就是大家都會有一些辦法 那最近就是瑞典的政府 他們就是有做一個新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因為很多東西你在家裡 你比如說家電啊 或腳踏車這種 通常很多東西比如說壞掉了 你就不修理 你就去賣新的東西嘛 那所以瑞典政府現在就是有規定 是說修理就可以減稅 那本來的25%就減成12% 然後你可以額外再從你說的稅 再拿回一點的那個工人成本 意思就是說你現在修理東西 都是大概八折 你就可以修理東西 就是為了推大家就是要 你要修理東西 不要丟掉或是賣新的 因為這個也會造成很多的浪費 這還滿好的 可以學習 因為真的大家應該要修理一下 會比較好 日本回收的那個發展也還滿好的 在日本的每個城市都有不同的規定 分別幾種是每個地區不一樣的 然後一個叫做德島縣 徳島縣的一個分別是多到 分為15種 15種的垃圾 太多了吧 好複雜 對 盡量可以回收的 可以再次利用的 就盡量再次利用 每天到垃圾花兩個鐘頭 真的嗎 在那邊看那個 對 所以那個垃圾差多到 不能去接那些垃圾 所以那個地區是放一個地方 然後每個禮拜幾 大家都自己去拿垃圾去那邊丟這樣子 比如說一個瓶子的話 那咖啡色的瓶子透明的瓶子 然後每個那個包裝鞋子 那個貼紙都要自己拆開 撕下來 然後那個側下的那個貼紙 也是要丟專門的地方放 這樣就可以 全部都可以再次利用 所以它這樣弄下來 15種還不夠喔 真的啊 對 其實15種 應該是可以更多 已經分很細了 對 可是那個 那邊都沒有 就是都是透明的帶著 或是直接丟嘛 所以每個家庭丟什麼東西 其實是都可以看到 義大利爺這麼的給爸 有這麼多可以會收的東西 可是呢他們來收垃圾 我們新聞有報道說 他們全部都放在一起 那是百分類啦 所以就是說他們就是騙我們 你們看我們也在 可是根本沒有這回事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不好 俄羅斯的政府針對瓦斯 有一些規定 因為俄羅斯人超級浪費 以前超級浪費瓦斯 因為幾乎煮東西 然後熱水的 然後游泳汁 然後你的暖氣什麼的 都是用瓦斯的 然後俄羅斯的 政府就是想到一個辦法 就每一家 都是一定要裝瓦斯表 可是那個是新的規景 那個時候我 我奶奶出國 她不知道那個規景 結果 因為每半年 有一個人 她已經會去你的房子 看看你到底有沒有 安裝那個瓦斯表 結果她到了我奶奶的家 變成我奶奶沒有安裝 被警察開發單 五千塊的台幣 所以以前二公司 是不用瓦斯表 瓦斯不用剪 對 要剪 可是我們就是 大概兩百塊台幣 就這種 每一個人 製造保 兩百塊就隨便你用 對啊 隨便你用 你要用多少 就用多少 天啊 對啊 完全不用 我們那個稅表也不用 瓦斯表也不用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 肯定不會節省 節約能源啊 對 那現在有 現在我們就節省 對 現在就是按表計價這樣 是 對 今天聽那麼多浪費的故事 當用則用 當省則省 對啦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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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立場下次見 拜拜 你們有沒有覺得哪個國家 其實是最物盡其用的呢 其實我們剛剛講 美國講那麼多 但是我看過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 在紐米歐斯科的森塔菲 然後那個地方 他們有一區都在收集 然後用這來蓋房子 所以就是它的牆壁 你都會看到就是 都透明的 導熱瓶跟玻璃瓶嘛 然後都有顏色 所以你在外面 在裡面的時候 它透過那個採光 其實裡面滿像就是那種 彩色那種教堂的感覺 然後再來你想說 那這樣子 會不會都是玻璃很熱 但是因為瓶子跟瓶子中間 會有些縫隙 它那個通風這樣做得滿好的 那同時瓶子多 他們在外面接水 然後他們有一些管線 導到裡面來使用 那因為 在那個紐米歐斯科 就是非常寬闊的一個沙漠嘛 所以他們的屋頂 全部都是太陽能板 不酷 它等於所有東西它自己自助 我覺得那個地方真的很棒 有啦 現在從那個 L.A.要開到Vegas 中間有一段也全部都是太陽能板 對 所以他們有推動 好像之前有說 妝的話好像也有 政府好像還是會補助 對 除了這個以外 我覺得美國人 他們其實很喜歡DIY 自己做東西 或者改造二手的東西 像我朋友 他有一次就是帶他小孩子出門的時候 我就看他身上有個毯子 然後彩色的 我說你這在哪裡買的好漂亮 他說 我們拿那個舊衣服做的 他們就會把那舊衣服 可能剪成一絲一絲 像線一樣 然後這樣子去做編織 然後其實他們也很喜歡 因為他們 D大除了有時候出去買東西 他們也喜歡網購 所以箱子很多 所以他們都可以 會把那個箱子 去把它做成一些漂亮一點的抽屜 像其實如果看那個YouTube 就會發現說 其實外國 就美國人 很多都在教人家 怎麼去做這樣子的改造 然後去怎麼去做製作 然後我就問我朋友說 你們怎麼這麼喜歡這樣子做DIY 他說第一個是不浪費 第二個就是還可以陪小朋友一起這樣 親自做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 對可以互動 而且家裡同 其實他們做完之後 其實都是很漂亮的 所以他們是有他們的一個技術在裡面 而且真的很便宜 像我 我最近想要搬家 然後我最近查了說 如果要 因為我要買 我再查一個沒有家具的地方 然後想說我買這個家 我住這個地方 那我就可以自己蓋一個床架 然後我身邊的朋友覺得我身經病 但是我後來我去查 大部分的床架 如果要好一點的 比如說木頭的 也不會壞 也不會 這種東西 那你可能要六到八千塊 對 那你自己做的話 三千塊就搞定了 可是他會 對 不會 還是木頭 但如果不是木頭 他會 對 那他會 看角度 看什麼角度 看你睡覺的角度嗎 只能這樣 看使用的方式 不好說 看是一個人躺在那裡 還是兩個人躺在那裡 會有不同的聲音 對 對 因為其實像他們 其實真的手工都還不錯 但是除了這個 因為剛剛有講到說 他們的家很大 所以東西很多 有時候坐著 有時候一不小心 好像都會堆到倉庫去 他們很流行租倉庫耶 就是他們都會自己 這個是我老公的倉庫 還是最小的 然後他們就很習慣把東西放在裡頭 可是有一些人放著放著 他們就忘記了 這樣不是已經有車庫可以放嗎 他們 對 他們有車庫 有時候還有後院 後院還有一個小房子 他們都還不夠放 他們很小 有的還有數目 而且你知道他們的倉庫 這個是小倉庫 他們有一些還會租大倉庫 是放車子的 是家裡 對 不夠放 還自己再去租一個倉庫 放車子 所以他們其實有這樣子 很多不一樣的倉庫 然後常常有些人租著租著 就忘記自己租了一個倉庫 就沒有 就沒有付月費 可能大概半年沒有付 他們就拿出來拍賣 其實有一群人 他們就專門去拍那些倉庫 然後拍來之後 把裡面的東西再拿去 重新去變賣 或者有些有時候可以找到一些 挖到一些寶藏 他們真的他們會忘記 他們自己有租倉庫這樣子 真的 你去這種二手店 三手店 四手店那種的 像Goodwill 這種東西你真的 有可能可以挖出一個 很珍貴的東西 像有一個 有一個美國人 像恰吉 就是這樣 挖出來 就是挖出來的 恰吉 對 挖挖 對 挖挖恰吉 好嗎 不重要 好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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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一對夫妻 他們進去這個 Goodwill的時候 然後他看到一個 他覺得很好看的一個 運動夾克 然後他就買了 差不多 20 毛嗎 是20 20 對 還沒到一塊美金耶 他就買了這個東西 帶回家 然後發現它裡面有一些洞 然後他們就說 那就放地下室 我們改天再去修 我沒有騙你 他們那天在看一個 橄欖球歷史的節目 然後在看的時候 還看到一個 早期的橄欖教練 橄欖球教練 剛好他穿一模一樣的外套 然後他就看著這個 這好像是我們買的那個 他們就下去 把那個外套拿出來 結果裡面真的寫 那個教練的名字 買到古董 就是他的外套 然後從此之後那一棟一直鬧鬼 對 會晚幾 晚上教練都會一直回來 叫他們打橄欖球 好累喔 我沒有騙你 後來那個外套 本來還沒到一塊美金 差不多八萬美金 真的假的啊 真的 真的 還有一個包包 還有一個包包 名牌包 他就在那個地方看到 然後二十塊美金 他一直在殺價 他死不給他 他說好那二十塊就好了 他拿那個名牌包 帶去 我忘了是Louis Vuitton還是哪裡 給他們看 給他們檢查 後來發現這個是 是真的 限量 限量的一個出一個非常有名的 我忘了是什麼東西 但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包包 然後只有出十個全球 買了十幾萬美金 哇 哇 這是挖到寶 這真的就是在二十塊耶 倉庫 十幾萬了 但這只是少數啦 大部分弄回來的都是垃圾 都是垃圾 對 就會堆到車庫 但是如果 真的只有在美國的二手拍賣這種 才真的比較挖得到寶 對 但是你如果有些技術的話 你就算可以買一些 壞掉的東西自己修 你也是可以變賣壞 對 變大錢 因為像我朋友 跟我差不多年紀 然後他去美國的時候 大概是國小國中的時候 然後他剛去 全家人其實是擠在那種 人家那種大房子後面的 那種小車庫裡面 全家人都是這樣 但他爸爸會修車子 所以他自己找了一個 修車的工作 之後他有的時候 會去買那種二手車 然後是壞的 可能兩千塊買來 自己修一修 再拿去賣 有時候最少都可以賣到五千 甚至有些可以賣到八千 然後他們就這樣子 他就供他讀完大學 甚至自己買了房子 然後就二手車嘛 然後他們現在也很流行 去買那種舊到 其實基本上沒有人 可能五年十年 都沒有人住的房子 然後可能你進去看 那個屋頂可能都有點破掉 那種房子 他們就買來 可能也是很便宜 十幾二十萬買 把它重新裝修後 然後可能六十萬賣掉 好酷喔 對 他們就很多這種專業 他們這種專業就是 把這種二手再重新去做改造 那個真的有心又厲害 對啊 我的阿公 他看到一個人家的院子裡面 有一台車 一個卡車 然後其實只有那個車的架 然後還有一個殼在前面 然後後來我阿公買了 差不多兩三百塊美金 然後他把它 把他的陰晴什麼都修好 都放進去 然後那個卡車的後面 他也用木頭做 一個木頭車 然後後來他就再賣 差不多兩千塊美金 酷耶 太酷了 那你怎麼沒有修什麼東西去賣呢 自己壞掉了沒辦法修 對啊 所以要記得吃藥喔 那其實我們瑞典也是 非常愛二手店的 就是瑞典超多二手店 我們就是對二手店 就是很普遍 到處都有 然後我們都會去那邊 因為小的就是像那種 就是中山東路的那種 這種小門市啊 到那種就是很大的樓 就幾層樓的 然後什麼都有賣家具啊 那些什麼的 然後通常就是 比如說在週末啊那種 都會有露天的那種 就是大家都是可以賣啊 或者是也是有那種很大的一種 就是類似藏庫裡面 然後你在那邊就租一個桌子 可能就一千塊 然後你就是在那邊 每一個週末 大家都可以去那邊 你租一個桌子 然後你要買什麼就買什麼 然後我們都會去買 那像我現在啊 每一年回去瑞典啊 我媽媽通常都會 就是她一直都是在 換一些家具啊 跟比如說 因為我們要回去啊 我們會帶小孩啊 所以她會買一些玩具啊那些 通通都是二手 我老婆現在她在台灣 她不買衣服 自己的衣服 我的衣服 小孩的衣服 通通都不買 她都說等我們回去瑞典 去逛這些二手店 真的喔 因為我們的二手店是做得非常的好 因為他們的東西 你一定都會先經過就是收禮啊 然後就是整理啊那些 然後是賣得很便宜 然後所有的錢都是也是工藝來做的 弄得好像會逛喔 其實每次去美國都很想逛那種跳蚤市場 我覺得都一定很好玩 一定要去 超好玩 對啊 但是她很多 她不是 她不是固定一個時間吧 她是 通常是禮拜天 很多地方是禮拜天 每個地方都會辦嗎 都不一樣 幾乎 我不知道每一個週 但是幾乎我們家那邊 很多地區有 然後都是禮拜天早上會開 超想去逛 而且我也很想逛人家那種Yarsel 對 準備看店都很想逛 但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哪裡 或哪一家要賣 超想去 對 馬金剛剛說了一點 我請說了一點 是一個超級欠欠的國情 我覺得第一名 我有一個朋友到瑞典 然後他跟我說 就算你要洗澡的時候 臉噴頭的出水很小 根本沒辦法洗澡 不管你要洗多久 根本她只睡很小很小 就是 可是瑞典人 他們沒關係洗 趕快洗一洗就好了 所以真的是很會省水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看家 每個這樣 因為 對 不一定 因為我們也是有 不一定就是那種消水的 然後 因為其實瑞典的水費是免費 我們熱水也是免費的 所以 對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大家更不省水 其實不會啊 沒有沒有 我們不會 因為其實我們也是滿省水的 因為 雖然是不用錢 但是 就是因為瑞典人都是比較 就是有環保的那種心態 對 對所有的東西 對 比較有這個概念 我覺得 義大利人超厲害 謝謝 有 他還沒講 我有一個義大利朋友 他邀請我 邀請他的家裡吃飯 他煮了很好吃的義大利麵給我 那吃完以後 他問我你的腳是不是很痠 所以 所以 有點痠 他說 你要不要 泡澡 按摩 所以 這麼好 好突然喔 對 明明在吃你都很好吃 這是一個暗示吧 對啊 所以 我有點奇怪 他突然為什麼問我 所以我 應該他最近新買的什麼泡澡器 好好的泡澡器 所以 可是 我結果看那個水 看到 發現就是 這個 剛剛我吃義大利麵煮的那個用水 煮麵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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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可是 我真的超傻眼 可是那個朋友說 這水裡面有鹽 所以你的腳 你的肌肉很放鬆 腳質會轉化 對 而且促進血液循環 對啊 對啊 還有他那個 把水 再去 他的 他的花 花 花分嗎 焦花 焦花 就是說他拿這個水來煮義大利麵 是 義大利麵煮完之後拿來煮義大利麵的水 來泡他的腳 是 然後腳我泡完了之後再去焦花 花都死光了這樣子 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 他說那個裡面有很多礦物質 礦物質 礦物質 是 所以事情都是在他講就對了 對 問題 我真的說你叫個朋友就是派名給他這樣子 不是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我們每一天幾乎每一天煮義大利麵 這個義大利麵正確的做法 不像美國人他們亂做的 全部都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撞了 對 重點是什麼 我們先把那個水要讓它滾開 重點是我們用的水很多 因為我們義大利可能就是 三四五個家人一起要吃 至少有四公升的水 那他剛剛說的沒錯 我從來沒有拿過義大利麵的洗 來洗任何身上的部分 但是我可以試看看 但確實我們都會用那個水來洗完 因為它有一個特別的東西 我不知道他知道那個叫什麼名字 義大利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讓那個水滾之後 它不是有一個白白的泡沫嗎 在上面 對 那個東西我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但是它來洗完 特別特別會去那個 油 所以真的很有用 那我發現說 我來到台灣之後 我發現說如果用的是米的那個水更好用 因為它會 它手的皮膚還會變滿好的 對 所以你看 對 你說得沒錯 我們義大利如果用的一般的水都要戴手套 可是如果用義大利麵的水都不需要戴手套 反而會保護你的手 對 不過我覺得你那個朋友就是要吃你的豆腐而已 不好意思 那你可以拿那個啊 煮完義大利麵的水來洗 是 因為他剛剛說去油 是 你可以先洗澡 不是洗澡 應該是洗我的嘴巴 因為我有嘴滑舌 在地面 沒有這一段 都在自己說 像我那時候去我表妹家 她那時候還在住在日本的時候 他們家的那個浴缸是有一個蓋子的 然後那個就是可以加熱的 就是你如果水放在裡面 然後你可能冷掉了 那你想要讓它再熱是可以加熱的 那可是因為我就說 因為他們那個水都不會 就是一定要很多人 就是要用很多次 他們才會願意換掉 所以我們通常就不會去那裡泡澡 可是他老公就會說 今天有沒有要泡澡 因為今天就弄好義缸 他已經弄好了 而且他泡完了 今天有沒有人泡澡 大家都說沒有 他就說今天都沒人泡澡 那那個水不要把它弄髒 我明天還要泡 我就好 明天還要泡 他說對啊 我也是洗乾淨進去泡 所以那可以留到明天沒有關係 他覺得只有他一個人泡過的時候 對 可是還是很噁心 要得到明天 人家自己不嫌棄就好 你幹什麼東西 還好要說不要倒掉 我等一下來泡茶給他 泡茶 這太可怕了 對啊 我等一下來煮一個在那邊給你們吃 講這個什麼 其實可以 那些水是可以 隔天來洗車 或是洗停業的時候 另外家裡用 沖馬桶 什麼也都很好用 哈囉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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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